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字的基本写法 要注意它几个要领 注意它这几个间距 上边这一端是一个 然后然后继续 这样 术式的看 就是说这两个竖笔不要太宽 宽了之后这个字就散了 假如说你写了这个七字收拾 写了这么宽 那么这个字就很丑 就很丑 这就不能用了 这就错了 再看看第一个七字 另外这两个竖笔一定要有力量 挺得住 这是两颗立柱 要挑得住这个字 最后这一长横 这是你横帘 要挑得住这个方物 为什么用结构 肩架结构 这本来是建筑语 我们却用来放在书法上来谈 后来称了专门的书法用语 就是因为它这个写字 很多字的结构体型 就像盖房子一样 有四梁八柱 有哪些个砖瓦碎石 在这里边互相的这么陪衬着 出现一个美好的字形 再写一遍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横是不要长的 大家注意 下边偶然这两笔出的头 特别是右边这一笔出的头 无大碍 没有关系 不影响认读 注意看 这两个竖笔下来 直对着这两个点的起笔之处 这是下边针两个点的 要起笔和收笔 它的归宿问题 唯一这样写吗 不然我们见到很多书法家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这样写是比较规范的 上边是一样的 在下边呢 有的书法家包括欧阳荀在内 经常点两个点 这也是常见的 像这竖笔一定要有力量 要轻得住这笔